耗资300亿令吉的马六甲黄公港深水补给码头计划 是中国和我国首个合作投资建造的码头计划 交通部长廖钟来今天在首都出席活动时证实 深圳延田港以及山东日照港两家中国企业将和我国合作 联手将黄公港打造成我国最大型的贸易港口 加强我国贸易港口在国际的竞争力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有更多的中国的港口要到马来西亚来投资 我们这里欢迎 对马来西亚的港口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外界质疑政府过度扩大港口范围 廖钟来强调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贸易港口发展成为国家主要经济来源 而我国的贸易不断上涨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到我国投资 因此这是有必要的发展 他也指出政府会全面提升全国铁道衔接 让大型货柜通过铁道 花费更少的时间运送到不同的港口 而且还能舒缓道路交通阻塞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道